A3 或D 出口 走過來 大約6分鐘 D 出口可以在里東街出口 里東街比較方便,因為在地鐵站進行有冷氣 A3 出口就在路面走過來 走來這個遠處莊士敦道 走到這個船街 這個船街就直走過那條馬路 上幾十匹樓梯就到南固台 南固台若建於1915年至1921年間 當年本地華人富商道仲民以2200元購入當時稱為 楊船家的灣仔船家越5萬多平方尺的土地 並興建現時仍保留的大宅 並於四年後轉秀級弟弟杜澤民 後轉秀級弟弟杜澤民 杜澤民1943年日治時期在家中去世 大宅曾一道全民輪為日君為安索 上世紀九十年代 到時候人以1600萬壽與合和集團 之後大宅空至多年 由於不時有年輕人闖入探險及遊玩 甚至有人遊玩中聲稱撞邪失常或受傷 而要宋遠 因此該紅屋成為了本港有名的鬼屋 成為本港著名鬼屋 俄俄robe酩 心裡快樂 右下巡邏 一方吹我 湖邊小路 有了哪三角 雙雪滴 漏歌旋律 輕輕勾起 回憶 某班房里都有的 魂美悠意的光 母亲情绪哼着 爸爸在旁边敲桌 由这个湾仔站的A3或D出口 D出口方便一点 因为在里东街出 走少一段的露天站 如果有A3便走路面 经中士敦道去船街 又船街过马路上蓝固台 而D出口方便利东街出 都是走去船街 大概走六分钟便到达蓝固台 现在外面有些天清 现在外围看蓝固台 其实都是一个很旧的建筑物 很多磚都莫落 已经是为西班人进不去 需要多夜 一起走过的街头 是最美的画面 时光有烟 匆匆流连 我们的青春在老隔里轮回 在梯子满是温暖 那秋日情怀 永久难忘 有啊 有啊 有啊